孕期补充一孙合体 这才是让孩子真正赢在起跑线 很多人现在说 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那他们怎么做的呢 孩子出生之后 早教班呢 补习班呢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这个孩子的基础 是在什么时候打的 就是在咱们备孕的时候 就要开始打的 妈妈爸爸给他提供一颗 非常优质的精子和卵子 然后妈妈在整个孕期 保持一种好的营养状态 这个孩子 但是他自然能发育的很好 他的发育的好 也就是说明他的大脑 各个器官功能都是很好的 那他怎么会在起跑线上输掉呢 叶酸我们普通人 其实都很容易缺 他很多食物里面都有 但问题在于这个叶酸 它是一种血溶性维生素 很容易被破坏 你家所有的蔬菜 你不可能买来就吃了 对吧 你要炒 而且你也不是从菜地里 买回来了 就直接能上你们家桌子 那么快的时间 还有一个储存运输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损耗的特别多 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那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得的叶酸量 都有可能是不足的 另外的话 对于备孕的女性 我还要再额外提一点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女性的饮食结构 是不规律的 是 对 会偏食 备孕的时候还要查清楚 自己会不会拼血 有没有一些铁的储备不足 所以铁的补充剂也还是蛮重要的 好生活值得优选